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高赤是明成族朱棣的嫡长子 早年的时候跟随父亲朱棣发动了进南之议 随后朱棣称帝 而朱高赤则从原来的王世子变成了异国的储君 可谓是风光无限 但了解明史的朋友都知道 朱高赤虽然是异国之储君 但一直以来并不被朱棣看好 总觉得他太过肥胖 身体虚弱 跟自己刚强坚毅 威风凛凛的形象 似乎毫不大边 于是在朱棣即位之初 并不想将朱高赤立为太子 最后还是在杨世奇等人的建议下 朱棣才答应立其为太子 因此朱棣认为 朱高赤的身体不足以胜任皇帝一职 毕竟皇位的变动总是会带来朝堂的动荡 更何况朱棣在当上皇帝的连年征战当中 其二子朱高旭立下了汉马功劳 身上有诸多的军功 所以明朝的五官集团对于朱高旭也是很支持 这让朱棣不得不开始思考另立太子的事情 但是朝中的文官集团则认为 自古长幼有序 废除高制并不合规矩 再加上朱棣在当上皇帝以后连年征战 对于朝堂不管不顾 只能让太子朱高赤来监国 而朱高赤监国的时间长达二十年 因此朱高赤已经有了二十年的治国经验 能够完美地处理很多事情 朱棣在看到了朝内文官集团的态度之后 放弃了另立太子的心思 因为他怕自己另外的两个儿子 会像自己一样翻王上位 朱高赤将自己另外两个儿子也分封的比较远 其中二儿子朱高旭被封在了云南 三儿子朱高岁封在了河南北部 从此大明王朝的太子就算定了下来 朱高赤继位以后只当了两百多天的皇帝 一年都不到 但是在朱高赤上任以后 解决了四个天大的难题 为自己的儿子明宣宗朱瞻基打好了基础 因此后世的历史学家喜欢将朱高赤和朱瞻基 这两任皇帝在位时期视为一段时期 将其称之为人宣之治 静南之义带来的负面影响 朱高赤解决的第一个难题就是 解决了静南之义带来的各种弊端 静南之义是朱棣作为藩王启士的一场战役 这场战役给中国的华北一带带来了不小的破坏 在这一战当中 明朝军队的死伤也不算小 让明朝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更重要的是 这一战给整个明朝政治层带来了不小的动荡 朱棣在进京以后 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 大肆屠杀忠于明慧宗朱允文的臣子和武将 其中以方孝儒为罪 方孝儒是明慧宗朱允文手下的重臣 有着郑学先生之称 当初静南之义中 明慧宗朱允文对朱棣的习文都是方孝儒写的 当时的方孝儒为一代大儒 被天下学子视为榜样 所以他在明朝当时的文化圈中 是最具有影响力的 因为这个原因 朱棣在进京之后 要求方孝儒为自己写即位招书 以堵住天下读书人之口 毕竟藩王作乱 抢夺皇位的名声 不是很好听 但是方孝儒拒不投降 气得朱棣用车列刑杀死了方孝儒 影响非常的恶劣 这些影响如果无法解决 就会动摇朱棣一脉的皇位正当性 可以说是后患无穷 因此朱高赤在上位之后 首先为方孝儒证明 肯定了他大名忠臣的身份 之后又大肆的赦免 因为进南之义 站错了队的臣子 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在朱高智的诏书下都官复原职 朱高智的这一行为彻底堵住了天下人的口舌 之后也没有人再提起朱棣一脉是藩皇作乱上位的事情 朱棣武战末北带来的负担 朱高智解决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国家在多年征战当中带来的巨大经济负担 朱棣在位的时候曾经武征末北 打得北方由牧民族仓皇逃窜 这为大名解除了一定的军事威胁 大名的北境边防也得到了一定的巩固 但是这也带来了一定的坏处 那就是给明朝的百姓带来了太大的负担 这就导致大名征战末北耗资巨大 但是取得的功效并不大 虽然大名的老百姓没有在这种征战当中过得活不下去 但是他们的负担依旧很大 对大名的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阻碍 朱高智在位的时候不怎么支持自己老爹征战末北 等到他继位以后 基本就停止大名一切的军事活动 此外他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赋税 鼓励老百姓多去开发土地 在他的政策下 大名有很多的沼泽山林都变成了凉田 再加上朱高智在皇宫中推行节俭之风 所以大名的国库又逐渐地充实了起来 大名的经济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整顿大名内阁 朱高智解决的第三个难题 就是内阁制度权力不足的问题 很多的史学家认为 这件事是对大名影响最深的一件事 甚至影响到了大名的灭亡 明朝之所以会出现内阁制度 是因为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 而宰相是百官之首 他的作用是整理百官的奏折 将他认为非常重要的奏折上交给皇帝 不那么重要的奏折则自己处理 当年朱元璋借着胡怀雍案废除了宰相制度 而后为了更好的管理朝堂 朱元璋又推出了内阁制度 内阁是皇帝作为信任的机构 他拥有极高的权力 自从内阁出现以后 很多官员便以能够成为内阁人员为毕生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 朱元璋虽然提出了内阁制度 但是他同时也担心大权旁落 于是干脆规定内阁人员的官阶 不得超过五品 而这也就造成了部分工作效率极低的问题 毕竟一些官阶较高的官员 不屑听官阶比自己小的内阁官员 对自己指指点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明仁宗朱高赤决定让内阁成员兼任其他官阶较高的官职 比方说明朝的杨世奇 他既是内阁官员 同时还是正二品的兵部尚书 明朝官场的风气 朱高赤解决的第四个问题 是明朝官员的不敢说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狠人皇帝 手下臣子不听话 朱元璋一言不合就灭九族 因此这就导致了明朝早期的官员 对国事不怎么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 因为多说多做就意味着犯错的几率变大 而犯了错就极有可能掉脑袋 介于大明官场的这种风气 朱高赤在上位之后就开始实行人证 废除了很多朱元璋时期定下的酷刑 大力整顿明朝官场这种死气沉沉的作风 经过朱高赤的这一番整治 大明官场风气焕然一新 官员们也敢于不断地对国事发表自己的看法了 不过朱高赤对于大明官场风气的整治也出现了弊端 因为到了明朝的中后期 明朝官员已经不是不敢说的问题了 而是太敢说 到了明朝中后期 大明官场的风气又开始朝着忠言逆耳 陛下我们批评你批评得很难听 那可是忠言的态度在发展 所以在那个时候 明朝官员都喜欢上书批评皇帝 怎么难听怎么来 这种风气为大明的整治也带来了极大的问题 因为有太多的官员在这种风气中 只管说而不是提出实际性的建议 但是不管怎么说 朱高赤的这种行为 都为大明今后的发展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在他上任之前 大明不管是政治还是国家发展 都有些神经紧绷 但是他上位之后开始实施人证 让大明这种紧张的风气得到了一定的缓和 在他在位的200多天里 大明的风气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如果他能够多活10年 大明说不定会在他手上出现盛世的景象 可惜他不到一年就死在了任上 他的很多治国方针还没有来得及实施 但是他给大明带来的变化 是大明官员和百姓都能感受到的 所以这位在皇帝位置上 做了不到一年的皇帝 得到了后人极高的评价 而他本人也得到了仁宗这个评价极高的妙号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下期节目